公元前五十一年 已经四十岁的汉宣帝刘荀 忽然下令 要召开一场学术会议 四十岁的汉宣帝 可谓是处于他人生的最顶点 在他的治理下 汉朝出现著名的昭宣之治 国力迅速恢复 百姓安居乐业 同时 边疆战事也逐渐消敏 西边的西腔被平定了 北方的匈奴投降了 周围的其他边疆民族也不闹了 而且 就在一年之前 匈奴的呼喊携丹余 还率领整个南匈奴 投降了汉朝 在这之后 这位匈奴丹余 还亲自来长安朝拜了汉宣帝 西域那边 也彻底被汉朝控制 而且还建立了西域都护府 这个荣耀 可是当年汉武帝穷极一生 都没能实现的成就 除此之外 在政治上 汉宣帝大力整治 励志 惩治贪腐 在经济上 汉宣帝设立了长平仓 抑制土地兼并 在汉朝中央 汉宣帝也不玩任何花火 坚定扶持太子刘氏 重用贤良 总之 经过多年的奋斗之后 汉宣帝的人生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近乎完美了 从一个监狱里长大的皇族遗孤 到此时近乎完美的大汉天子 汉宣帝的一生 到了这个时候 几乎已经很难挑出什么错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汉宣帝忽然下令 召集全国最顶尖的大儒 来京城开个会 这场学术会议 后世史称石渠阁会议 在整个西汉历史上 这场石渠阁会议 其实并不算有名 类似的学术会议 其实也曾经召开过很多次 甚至于后来在史书上 有关这次学术会议的详细记载 都少之又少 会议的相关内容记载 后来都逐渐失传了 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这场会议 却成了后来 挽救汉朝国座的关键会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场学术会议 对汉朝的重要性 丝毫不逊色于 当年刘邦的白马之盟 而且大家更不会想到的是 这场会议的结果 将会在五十年之后 直接决定汉朝的国运 毫不客气地说 如果没有这场会议 五十多年以后 就算那位大魔导师刘秀 真有召唤陨石的能力 他也很难重建汉朝 那么 这场石渠阁会议 到底是一场怎样的会议呢 为什么一场单纯的学术会议 后来会成为决定 汉朝国运的关键呢 这个故事 我们得从当年汉武帝 罢处百家独尊儒数开始说起 很多人都知道 汉朝初期的时候 一直推崇黄老之道 这套治国思想 在汉朝开国初期的时候 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在这套思想体制下 国家基本上是能不管的就不管 如此一来 经济快速发展 百姓努力工作 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所以接下来 历史上就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质 但问题是 到了文景之质后期 大家开始逐渐发现 黄老之道也存在很多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过度自由化 这种情况 大致可以参考近代的资本主义 无序扩张 当资本没有任何限制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变成洪水猛兽 而当时汉朝的情况 其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后来 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就开始给汉朝找其他出路 这是其实早在汉武帝登基之前 他爷爷汉文帝 以及他爹汉景帝 已经开始想办法了 之前很多顶级的聪明人 都在想什么样的思想 最适合汉朝 就这样 等到汉武帝登基之后 很多有识之士 终于得出结论 就当时汉朝的情况来说 儒家学说 远比黄老之道 更适合拿来治国 实行黄老之道 国家很容易自由散漫 出现各种问题 但是推行儒家学说之后 国家可以拿儒家的礼 来约束大家的行为 这样一来 之前黄老之道造成的弊病 自然就逐渐解决了 对于儒家的这个礼 后世存在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到了近代 很多人认为 儒家的封建礼教 是限制大家发展的重要质物 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上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在西汉时期 尤其是在汉武帝刚登基那会儿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 更需要有边界的自由 儒家的人意理智 就像是牵着风筝的那根线 可以确保风筝飞得更高 但同时 这种封建礼教 也确实让风筝 无法自由飞翔 至于说这样到底是好是坏 那就真的很难说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时有一个叫董仲书的大儒 主动向汉武帝上书 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汉武帝收到董仲书的策论之后 也觉得这位董夫子的理论很有效 所以后来 汉武帝就正式下令 开始在全国内推行儒家学问 这里多说一句 董仲书当时的尚书 可不单纯就是一个建议而已 提建议其实从来都不难 真正难的 其实是提出一个完整方案 而当时的董仲书 就是在策论当中 直接写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方案 准确来说 董仲书拿出来的这套方案 和当年孔子的儒家思想 其实还有点区别 如果说 当年孔子总结出来的 是儒家学问的根本纲领 那么董仲书的这套方案 则是以儒家公养学派为主 以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为辅 同时融合了其他各种 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 而对于汉武帝来说 这套思想 除了可以更好的统一思想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那就是天人感应理论 这套理论 完美地解释了皇帝的权柄 是老天也给的 皇帝本人 自此之后也就被称为天子 所以 至少在当时那个年代 董仲书提出来的这套思想体系 其实还是挺先进的 而接下来 随着汉朝正式推行这套思想 国家凝聚力进一步提升 所以在之后 汉武帝就可以大规模 对匈奴开战 击败匈奴之后 又开始大范围对周围开疆拓土 如果没有推行儒家思想 汉武帝想要完成这些大事 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而随着儒家学说开始推行 同时 汉武帝又建立了查举制 查举制出来之后 天下的读书人开始全都学习儒家学问 汉朝的思想体系 自然也就更稳了 就这样 很快 转眼之间 几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这几十年当中 汉武帝完成了那些丰功伟业 然后病逝 而汉武帝病逝之后 汉昭帝即位 历史自此进入了昭宣之治的时代 但是同时 因为汉宣帝比较年幼 当时的朝政大权 都在几位辅政大臣手里 后来 霍光又战败了其他几位辅政大臣 自己赌掌大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之前董仲书提出来的这套理论 开始出问题了 董仲书是儒家内部 公养学派的学者 所以他的这套理论 也是以公养学派的学问 作为理论基础 所谓的公养学派 其实就是儒家的几个分支之一 当年孔子活着的时候 儒家自然就是一家之言 但是孔子去世之后 就算同样都是他的学生 对于孔子留下来的这些著作 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而随着这些理解不同 后来大家就开始逐渐分化 变成了不同的学派 不同的儒家学派 虽然都信奉孔子的那一套理论 但他们对孔子这套理论的解读 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有可能是截然相反了 而公养学派 就是儒家内部众多的学派之一 很多人都知道 儒家内部有几本特别重要的书 后世和称为四书五经 在五经当中 有一本书叫做春秋 这是孔子修订的一部史书 但是当年孔子修这部史书的时候 喜欢玩言多必诗那一套 基本上用的都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只记录某一件事的时间地点和结果 所以后来 儒家学者在读这部春秋的时候 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在一千个儒家学者的眼里 自然也就有一千个春秋 再之后 历史上就陆续出现了三个牛人 这三个牛人 分别给这部春秋做了详细解读 这三个人 分别是左秋明 公羊 浩 以及古良赤 而后人为了纪念他们 就把他们三个人解读的春秋 分别称之为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以及古良春秋 当然 除了这三个牛人之外 历史上也还有其他人 做了同样的事情 不过 这其中就属这三个人 影响力最大 所以后来 这三个版本的春秋 都得到了大量儒家学者的支持 但问题是 这三个版本的春秋 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 三个版本当中 最被大家接受的 其实是那本左氏春秋 几乎所有儒家学者 都不觉得这本书有什么问题 甚至后来 这本书还成了儒家必读的经典之一 后世习惯称之为左传 但是相比之下 公羊春秋和古良春秋之间 就存在很大差异了 而因为这些差异 不同的学者支持不同的理论 所以接下来 因为这两本书的内容 儒家学者分成了两个学派 一个叫公羊学派 一个叫古良学派 而之前给汉武帝上书的那个董仲书 他就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 当然 这两个学派 在当时都不是什么主流 甚至后世大家普遍认为 两汉时期学派 也不是这么分的 虽然儒家学者 对这几个版本的春秋有争议 但也没到分裂成学派的程度 而这些学术上的问题 哪怕是我们用最精炼的语言来说 也会让人觉得很绕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既然都是儒家学者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其实 不光是今天很多人这么想 当年汉武帝推行儒家学说的时候 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汉武帝其实也不在乎 这些儒家学问的内部差异 他所需要的 只是统一国家思想 然后更好地对匈奴开战 至于儒家学者喜欢吵架 愿意吵就去吵呗 但汉武帝怎么都没想到 他这个粗心大意 却给他的儿子 差点埋了一个致命的雷 这个雷 叫做军权更替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 这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等到了后来的汉昭帝时代 尤其是霍光斗倒了其他几位大臣 彻底赌掌大权之后 这个隐藏的雷 终于彻底爆出来了 因为按照供养学派的理论 首先 天子不是老天爷的化身 而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爵位 这是在儒家典籍里面 叫做天子一爵 其次 君权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皇帝昏庸 或者皇帝本人能力不足 不适合做天子 那么下面的人 是可以替代皇帝做天子的 这是在儒家学问里面 叫做 金权说 而这样一来 按照供养学派的思想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当时皇帝的权力 都掌握在霍光手里 而天子本人比较年幼 确实也不太适合做皇帝 那么 按照供养学派的理论 这时候汉昭帝就应该直接善位 他应该直接把天子之位 让给霍光 然后自己找个一百里的地方 去做一个诸侯王 在之前的几十年里 因为汉武帝一直比较强势 所以也没谁会提这个问题 而到了汉昭帝时代 之前几位辅政大臣相互对质 自然也不会有人提这个问题 所以 这个问题真正爆出来 其实是在霍光彻底掌权之后 公元前八十年 霍光彻底灭了其他两位辅政大臣 自己成了汉朝一哥 两年之后 一个叫虽宏的人 忽然上书 请求让汉昭帝善位 然后由霍光做皇帝 这个虽宏 就是当年董仲书门下的一个弟子 他也是公养学派的人 显然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 这个虽宏大概率 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他可能就是想借着这次上书 博取霍光的注意 然后好方便 他自己升官发财 但可惜的是 虽宏这次拍马屁 却恰好拍在了马蹄子上 或者说是直接拍在了马脸上 要知道 当时霍光刚刚战败了 其他几位辅政大臣 虽然自己权力很大 但还远到不了 为所欲为的程度 而且 下面的那些老刘家的诸侯王 也不可能就这么看着他胡来 所以 收到这封上书之后 霍光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然后 霍光半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让人砍了这个虽宏 不得不说 这次事件 真的是老刘家运气好 如果这时候 他们遇上的 不是霍光 而是后来的王莽 或者后来的司马家 那接下来的汉朝 就等着天下大乱吧 就这样 因为霍光的雷霆手段 接下来 再也没有人敢提这件事了 而此后的二十多年里 历史的主线 就成了汉朝帝去世 然后霍光先后拥立了刘鹤 以及汉宣帝刘病矣 再后来 霍光去世 汉宣帝顺利掌权 之后又杀光了霍家 而霍家倒台之后 汉宣帝又开始施展自己的报复 在他的治理下 汉朝终于恢复了国力 边境叛乱彻底解决 匈奴那边也选择了投降 国家经济蒸蒸日上 等到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 汉宣帝终于想起来 当年汉宣搞的这件事了 和平定西枪 收服匈奴 发展国力相比 这件事自然没那么重要 但同时 如果不处理的话 始终是一个未知的大雷 谁能确保未来的岁月里 不会再出现像霍光这样的大全臣呢 谁又确保下一个霍光 依然还是不会篡位呢 所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汉宣帝决定 召集全国大儒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之前使用的儒家系统 出了一个bug 然后汉宣帝需要用这场会议 来打一个补丁 就这样 石渠阁会议召开了 石渠阁是当时汉朝的皇家图书馆 在这地方召开一场学术会议 自然是在合适不过 而当时有资格参加这场会议的 也都是最顶尖的大儒 比如说中国目录学之祖刘相 后来汉原帝时期的辅政大臣肖旺之 丞相为玄成 玉使大夫薛广德等等 据史书记载 当时参加这场会议的大儒 一共有23人 而这23个人 后来混得最差的 也能在汉朝后期做一个光禄勋 相当于是准九卿级别的人物 混得正常一点的 都是九卿起步 能当上承相贺玉使大夫的 也不是一个两个 而且 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几个人 他们不只是在他们生前很牛 在他们死后 他们的家族或者他们的地位 更夸张 比如说刘相 他在世的时候修订了一大堆书 这其中有两本影响超大 一本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 另一本叫做《山海经》 还有《肖旺之》 它是后来兰陵肖氏的老祖宗 后来南北朝时期的南齐和南梁 就都是他的后人建立的 维玄成同样也差不多 后来传承千年的经兆为事 就是他的后人 唐朝289年的历史上 他家光宰相就出了17个 总之 能参与这场会议的 都是顶尖的大儒 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上很牛 而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一样也很牛 就这样 会议召开之后 大家开始讨论五经的一桶 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会议纪要 后来都失传了 但有一点我们知道 那就是这次会议结束后 汉朝开始大力提倡古良学派的学问 之前公羊学派带来的问题 都被这次更新的补定给解决了 同时 因为古良学派被推广 称卫之学开始迅速发展 因为在这次更新的补定当中 老刘家的这个皇帝之位 不再是一个爵位 而是一个类似于神仙之类的存在 这个结果 对接下来的历史来说 至少产生了三个巨大的影响 首先 因为老刘家的皇位合法性 被进一步神话 所以接下来 到了王莽篡位的时候 不管王莽怎么给自己找不理论基础 都有人不服他 之前公羊学派提倡的军权 更替理论 很多人就不接受了 如此一来 王莽篡汉之后 老刘家的后人开始起义反攻 就有了理论基础 这也为后来刘秀中兴汉朝 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 因为秀卫之学开始推行 自此之后 儒家开始从一个学派 逐渐演变成儒教 后来所谓的儒士道三教 其实并不是泛指 而是从十曲阁会议结束以后 儒家确实开始从一种思想 或者理论体系 开始向一种宗教发展了 另外 因为古良学派开始被推广 自此之后 所谓的章句之学 就开始一起被推广了 因为古良学派这边 提倡自真剧着 从先贤著作的直言片语 进行深度解读 所以后来 等到中国的考试体系成熟之后 考卷上经常会给一句话 或者一个词 然后让考生 以此来写一篇复杂的策论 当然 这一切 估计都是汉宣帝当时完全没想到的 而且 汉宣帝更不会想到的是 就在这场会议结束三年之后 他就去世了 而在他去世之后 又是仅仅只过了三年 往往就出生了 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汉宣帝临死之前 给汉朝打的这个补丁 无意之中 竟然会成了 后来老刘家 在建汉朝的理论基础 而等到东汉开国之后 那位汉官武帝刘秀 又召开了一场白虎官会议 自那以后 老刘家就被彻底神化 儒家也就逐渐变成了儒教了 何 Zach 你一片搞 Sheila 保护